for 用在 dictionary 是針對 key 來做尋訪 那 key 是沒有順序的 第一行 它是定義 printer 直方圖 for 這個 c 針對這個 h 這個 dictionary c 呢 它是 dictionary 裡面的 key 所以它會印出一個一個的 key 跟 key 對應的值 第五行 這也是呼叫之前介紹的那個直方圖 parot p 會出現一個 所以p 會出現一個 a 也是一樣出現一個 r 出現兩個 o 出現一個 t 出現一個 把這個印出來 就是一個一個找出它的 key 所以for 印是針對 key 來找出 key 跟這個 key 對應的值 把它印出來 因為 key 它是沒有順序 如果要有順序的話 就可以用 sort 來排序 一樣把這個 additional 丟進來 然後再用 sort 這個 function 來針對字典的 key 做排序 排完之後 你再把一個一個 key 取出來 這時候你把印出來就會有順序 去 a o p r t 按照順序 來列印 dictionary 是從 key 去找 value 如果你要從 value 來反向查看 key 那就需要去一個一個去尋仿 key 比對第一個符合的 value 才會知道這個 value 對應的 key 是什麼 這個是反向查看 丟進一個 dictionary 要查看 value 的 key 是什麼 這個 dictionary 片方所有的 dictionary 的 key 如果它的值等於我們要找的值 那就把這個 key 回傳回去 如果說這個值根本不存在 也就是沒有這樣的 key 那就去啟動觸發一個例外 exception lookup arrow 是 Python 內建的一個 exception 在 lookup arrow 這個 function 裡面放一個參數 可以出現說 如果這個 exception 發生了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錯誤 這裡是 value 並不存在的錯誤 第七行 一樣使用之前的這個 function 來找 p r o t 的 history 那去查 2 也就是說 有出現兩次的頻率的這個 value 它的 key 到底是什麼 所以找到的是 r 這個 r 它是出現兩次 它會找到第一個 出現兩次的 key 如果有兩個以上呢 要怎麼做呢 後面會介紹 如果你要找說出現三次 頻率是3 就出現三次的 key 到底是什麼 因為這裡 par t 沒有一個字元是出現超過 或等於三次的 所以它會有錯誤 也就是出現 lookup 的錯誤 那它就會顯示 剛剛這裡填入的 value not exist 所以我們參數可以放例外的訊息 剛剛的例子是 反向去查 從 value 去查 key 那現在 針對一個 dictionary 製作反向的 dictionary 也就是說 本來的 dictionary 是 key value 的 pair 現在 變成 value key 的 pair 那因為一個 key 原本的 dictionary 一個 key 可能會有很多個 所以 這個也就是說 同一個 value 它可能會有很多個相同的 key 因此 在新的 dictionary 這個 就要把這些相同的 key 變成是一個 list 所以 反向製作這個 dictionary 變成 value 然後由 它的 value 是變成 key 然後這個 key 相對的只是 原本的很多個 key 就變成是一個 list 製作一個 dictionary的 反向dictionary 它的步驟是 當 要找這個 value 舊的 dictionary的 value 它不存在新的 dictionary的 key 裡面的時候 那就把它新加入 value value 然後 key list 的一個 pair 如果 它已經存到新的 key 裡面 就是 這個 value 已經存在了 那它顯然就會有 第二個 key 那第二個 key 就要加入第一個 key 這個 list 裡面 譬如 剛剛的 parot p 它是1 那你找到1 一開始 就把它放到 p 1 因為1還沒出現嘛 所以你就造出一個1 那p 就變成是一個 list 再來你還是 1 所以它已經存在了 已經存在的話 就把這個第二個 key 把它放到 第一個 key的下面 接著你找到的 value 是2 這個不存在 所以 要造出一個 key 是2 那 把 r 變成是一個 list 它是 第另一個 list 接著 又看到 value 是1 這個1 已經存在了 所以把這個 o 放到 list的 最後面 value 是1 它已經存在了 所以把t 放在 這個1 的value 這個list 裡面的最後一個 所以這個是新的 是key value 那這是舊的 這是key value 把value 把value 變成key 把key 變成value 因為key有很多個 所以 就需要有一個list 右邊程式 第一行是宣告 這個function 這是原本的字典 第二行是造出一個空的 新的 反向的字典 針對原本的字典 一個一個key 去尋仿 去找到 它的值 當它的值 要變成 反向的key 它如果不存在的時候 你就造出這個key 跟value的配 那如果已經存在了 那就把 這個key 加到 list裡面 最後 你把反向的 字典 回存回來 第11行 一開始 用 之前的history 這個 造出dictionary 來把這個dictionary 印出來 接著用反向 這個function 去造出一個反向的dictionary 再把它印出來 在實作上 dictionary 它是把key 透過hash function 來製作真正的整數數字的index 所以 因此 key 它必須要是hashable 也就是 它是可以 用hash function 來計算 因此 key 是immutable 就是不能隨便修改 如果你隨便修改key的話 它每次計算的hash function 每次計算的hash function 的值都不一樣 這樣就會造成混亂 那list 它是 mutable 就是list 它可以 被修改 因此 list 它不能成為key 之前說dictionary的key 它可以幾乎是 所有的資料型別 那除外的是 mutable的資料型別 是不能當key的 t 它是 123 這是一個list d 是一個空的dictionary 如果今天你要用list 當key的話 它只是ops 這時候 執行會造成type l 因為list 它是unhashable的type 最後一個問題是 要製作 history 使用dictionary 所提供的這個get 要如何去製作